你充滿熱血 卻對宣教一枝半解嗎 聯合拆傳促進會等 宣教新事業課程 透過邀請不同拆會 宣教士成為講員 協助台灣眾教會 建立正確的活度宣教官 因為一百五十多年前 宣教士來到台灣的時候 把福音的種子帶進來台灣 而台灣的教會 台灣的弟兄姊妹 也應該去思考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福音的種子 帶到全世界各地去 透過不同的宣教士 分享他們在當地的工作 我覺得我這個視障者的眼界 就叮就是常常都會打開這樣 他不會因為我們身體有限制 而不願意使用我們 只要我們願意 他都可以使用我們的恩賜 來參與在他廣大國度的侍奉裡面 聯合拆傳這個平台 透過教育 推廣與研究 讓各拆會的使命 與台灣眾教會的連結更緊密 宣教新事業 然後是從聖經的角度 來看這個世界 而且也告訴我說 我們的神機就是一個宣教的神 那既然我們的神 竟然是一個宣教的神 我更想了解裡面的一個精華 宣教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少數人推出的 是只要我信了主以後 我在這個軍隊裡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檢測 熱忱也好 加上知識也好 才有辦法有效的 並且是讓弟兄姊妹 可以更多的參與在當中 宣教是上帝的心跳 面對全球宣教浪場 法人教會需要不斷學習 深入了解上帝對 普世宣教的心意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